嗨 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 今天的主題是 玉山星和數位保險卡 這張卡片有什麼優惠亮點啊 那我一定要想辦法 就是把我能夠刷的保費 全部都用這張卡片來扣 那這樣至少 比如說我一張單子 一個月角2179 那一年的話才能 嗨 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寶可夢卡好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 市場上的一張新的信用卡 這叫做玉山數位保險卡 真的很妙耶 就是玉山他們好像接下來 都不太打算推出一些 實體的信用卡了 像之前的數位一卡 到現在的這個數位保險卡 都是沒有實體化的卡片 那當然中間那個星宇 就沒有卡片 然後他就一定要有實體的卡片這樣子 那這個數位保險卡是什麼呢 其實呢 他就是針對繳保費有回饋的卡片 他的回饋有兩種模式 第一個就是刷卡 想高額現金回饋 多少 1.2%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那你不管是刷什麼東西 只要是保險 殘險 或者是受險的部分都有 這是蠻不錯的 但是呢 如果你要現金回饋加上分期的話呢 那你就是只有一%的現金回饋 再加上最高分12期零利率 對 所以呢 他就是只有這兩種優惠 如果你真的沒有選擇分期 你就最高拿1.2%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那這時候你可能會想說 市面上有一堆卡片 都是有這種保險回饋 再加上分期零利率的 那幹嘛要選這張卡片 比如說 聯邦幸福M卡 他就有1.5%的現金回饋 再加上最高分12期零利率 但一樣你都是要去做活動登陸 玉山數位保險卡 也是要做活動登陸 有登的話呢 他才會幫你做分期 但是呢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 保費可能繳太多 一年都要繳個 比如說上百萬之類的 但是呢 聯邦幸福M卡呢 他好像 一個活動期間 只能夠刷個七八十萬吧 所以你的1.5% 可能就拿到上限了 因為他有額外加碼的部分 所以我建議你呢 就是卡片多多亿三亿 像平常如果真的有 其他的額外保險費 要支出的話 这张卡片呢 也可以當作是你的 背卡之一 它不見得是你的 缴保費主力卡 但是呢 你卡片在身邊 多一張選擇呢 那你就可以再多一個 選擇的這個余地啦 不然的話呢 你就是只有那張卡片 那張卡片 用完了 你就沒有回饋了 那像 之前我們也有推過的 永峰 寶貝卡 它其實也是大概1.2% 現金回饋 然後再加上分期零利率嘛 但是呢 它在7月1號開始 它又做縮水了 就是只能夠現金回饋 或者是分期零利率 二则一 所以說真的 這張卡片 它可以讓你就是 分期跟現金回饋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如果你要挑選這個卡片的話呢 我覺得你還是要去思考 因為很多銀行的信用卡 它其實是有把保費的交易 記錄在你的這個年刷卡額裡面 尤其是很多的信用卡公司 他們希望你一年刷多少萬多少萬 在這個頂級卡的部分 比如說 不太是滑的世界卡 你就要刷個80萬 然後富邦尊運世界卡 也得刷個36萬 才能夠免年費 那我之前曾經問過CW大大說 你的富邦尊運世界卡 你平常也不會刷它 那你都怎麼維持 這個一年36萬的門檻 他說我都刷保費啊 你看他一年就是可以36萬保費 就刷進去 就很厲害 所以呢你就必須要去思考說 你的保費是要拿來養頂級卡 還是要把它拿來 就是賺這種分歧零利率 加高額的現金回饋 這你就是必須要去思考的一點 那我目前是 沒有特別的針對 就是這一種高額的保費審卡 然後就努力的再刷它 其實沒有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保險費 其實遵從的就是 所謂的十分之一法則 比如說我的年收入是50萬 我只會花十分之一左右的金額 在我的保險費上面 所以我一年的保費支出 大概不會超過5萬塊錢 5萬塊錢 你如果把它算進去 這張玉山數位保險卡 那一趴的回饋也不夠才500元 我就覺得 好像也沒有差多少 但如果我特別要去把它累積在 比如說我的保險是ING安泰的 那它後來被富邦忍受吃下來了 所以它就是富邦的保單 所以富邦的保單呢 早期的ING安泰的保單 只有某些特定的銀行卡片可以扣 包括富邦信用卡 所以我就會把我的保險費呢 有原本的富邦賺保卡 把它轉換成富邦尊育世界卡 那一樣就是只能夠二折一 他們的優惠就是 現金回饋百分之0.5% 或者是1270利率二折一 所以我就可以把保費的金額呢 拿來累積我的尊育世界卡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 如果我一年真的要刷36萬 來養這張尊育世界卡 那我一定要想辦法就是把我能夠刷的保費 全部都用這張卡片來扣 那這樣至少一張單子 一個月繳2179好了 那一年的話乘以12是多少 大概就是3萬多 所以我只要想辦法再多升個33萬左右的消費 進去就好了 那什麼東西可以用呢 其實我想過 眾所稅也可以拿來繳 所以呢 今年的眾所稅呢 我可能會在下一集節目跟大家分享說 我到底要怎麼繳 那你們就可以參考一下 尤其是你們早期有跟到 我們這個日盛商務預期卡的限時跟團活動 就是跟你講這個優惠你趕快上車 那你現在應該已經拿到了 尊育世界卡的這個換發的卡片嘛 那麼他們有準備一些新的活動 你拿來參加又可以累積這個 尊育世界卡的年刷卡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不錯的做法 所以繳保費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那大家只要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就好了 那這一檔玉山數位保險卡呢 他居然有一個MGM活動 我真的是想不通 就是他們也沒有開始在推廣啊 但是他們的網頁上面居然有這種MGM的親友推薦活動 叫做一起就辦卡 那我就會覺得很匪夷所思 就是他們 就是都沒有人知道啊 對不對 你至少廣告或者是文宣什麼要先出去嘛 那再來做這種推薦活動 但是既然有的話呢 我們還是可以辦一個活動 但我們的活動規則就很簡單了 就是你如果是玉山新戶來跟團申請這一張保險卡 那麼我推薦人的部分可以拿到300刷卡金 我們辦的活動當然就是回饋100積分給你 那如果你是幼幼班就會拿200積分 基礎班拿300積分 所以如果你是基礎班的成員又是玉山新戶 你現在上車 你就可以把銀行給我的300全部帶回去 那因為他救護也有這個MGM活動 救護就是你從來沒有申辦這張卡片 但是你有玉山其他信用卡的人 你現在來申請這張卡片 那麼被推薦人呢 只要完成一筆交易 這筆交易就是拿這張數位保險卡 拿去扣你的保費 任何一種險種都可以 新戶也一樣 你只要完成這個任務之後呢 我就可以拿到100 所以等於是新戶上車我可以拿300 救護上車我可以拿100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當然還是會回饋大家 所以救護上車呢 你只要拿來扣腳保費 而且刷卡成功 那麼我就送你35幾分 所以我們的玩法其實就是 差不多都已經固定下來了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你也可以點我們下面資訊欄的申請連結 那你就可以上車了 那詳細的資訊呢 我們一樣會公布在我們的部落格裡面 包括他的活動規則跟領獎的辦法 你就可以再去看一下 其實沒有非常困難 但是呢 我覺得這世界上還有人是玉山新戶嗎 這應該已經很少了 包括兩三年前 這個玉山Only卡 然後還有玉山派卡 還有玉山Uber卡 這麼強的情況之下 應該很多人都已經是玉山的新戶了 除非你刻意把這些卡片全部撿光光 那麼你才有可能是新戶的資格 所以這個就是你自己要去權衡一下說 現在有活動你是否應該要上車 我覺得不應該要因為我們舉辦的活動而來決定 你要不要上車 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但是你應該要回到你自己的基本需求面 來去看說 我是不是需要申請這張卡片 那如果確定要申請的話 你可以在網絡上面去做多方的比較 也許玉山這張數位保險卡 他可能跟權宜加配有一個什麼活動之類的 你可能從他連結上去 你就可以拿300 那你就不見得要跟我的團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自己要去做功課的 我們部落客或者我們這些KOL 會提出來的優惠 頂多就是順手之勞 就是介紹了這個產品之後 然後順便辦一個活動 但是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全部都給你 因為全部都給你的話 我們就和起北風 所以我的活動當然很明顯就是 我可能就是把三分之一回歸給粉絲 但是三分之二的部分 我可能就會留著 那如果你覺得我們的節目好 你也想要支持或贊助我們 你不見得要花錢 但是呢 你可以透過實際的辦卡行動來支持我們 這也是一個很簡單的做法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就是到粉絲也私訊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呢 都會在做節目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我幫見你們的 裏ату話 有 Queen 我們下 Ralph